新竹客運在偏鄉陸續減班 造成了長者去大醫院就診不便 琼林鄉公所就向竹北東元醫院 爭取醫療專車服務 四月起從關西發車 經過了琼林再到醫院 平日兩班來回 便利長輩看病 不用再哭等公車 平日的公車亭 大部分是中老年人 等著搭車去都市 但新竹客運減班 聽到有長輩要去醫院回診 還要多等一兩小時 琼林鄉公所就向竹北東元醫院 爭取增加醫療專車路線 四月開始行事 今年度開始 黃院長很關心我們琼林鄉親的 一些交通的問題 來醫院的方便性 所以在今年的時候 四月三號開始 他就改兩部小八號 一部從關西 從新補過來 另外一部就從關西到琼林線 所以增加我們 我們鄉親到中元醫院 就診的時候 門診的時候 而多了很多的方便性 那琼林其實對我們來講 也算是一個臨近的鄉鎮 那我們還有很多的營法族 甚至高齡的長輩 他們在救醫方面 有時候不見得交通這麼方便 所以也因為這個需求 那我們跟院方做這個討論 開設這幾個站點 過去六年 以四十人坐大巴士 往返關西 時光 新浦坐接送 今年開始改為兩班 二十人坐的中巴 分開跑時光新浦線 與關西琼林兩條路線 新路線從關西發車 上國道後 來到飛鳳山舊路口 途經琼林分住所 客運站 縣農會 下山村活動中心 再前往東海 六家與醫院 全程五十分鐘 平日上午下午 各一班來回 能服務更多長輩 從林鄉不到半年 人口成長近六百人 七十歲以上就有三千多人 高齡人口超過15% 透過醫療專車的形式 彌補公車減班帶來的不便 讓偏鄉年長者就醫更便利 2206 4.4 5.5 9.4 5.8 1.6 1.8